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还记得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吗 天气很冷很冷的下雪天里 小女孩衣服破破烂烂 还没有鞋子穿 她找到一个地方 希望能够躲避寒风 可是也没有办法 那小女孩想要用一根火柴来取暖 继续生存下去 那她能不能就这样获得温暖呢 那我们就继续来听下集的故事吧 小女孩好冷好冷哦 她颤抖着双手 摸出了一根火柴 火柴亮了起来 冒出了一团温暖的火焰 好温暖哦 小女孩觉得 它不再是一根小小的火柴 而是一根大大的蜡烛 透过火光 小女孩看到了一个宽敞的客厅 客厅的墙边 摆着一个大大的金色壁炉 壁炉里的火 熊熊燃烧 烧得好暖好暖 她真想再靠近一点 这团火焰 因为啊实在是太冷了 她奋不顾身的 想要扑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 火焰熄灭了 周围的空气 又变得寒冷异常 小女孩回过神来 发现火炉不见了 手中只剩下一小节 被烧过的火柴 回到现实的寒冷世界 她又冷得不停地发抖 再点一个吧 小女孩从篮子里 掏出了另一根火柴 又再次地点燃了 火柴微弱的光 把小女孩的周围都照亮了 她看到墙上有亮光 罩着的那块地方 变得透明起来 像一片薄纱 隐隐约约中 小女孩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厨房 铺着雪白桌巾的桌上 摆着漂亮的碗盘 盘子里装着满满的水果 还冒着香气的烤鸭 小女孩看见一只烤鸭 姿势有趣地向她走过来 仿佛在说 吃吧 可爱的小姑娘 让我在你肚子里跳舞吧 小女孩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 她太饿了 她伸出手 想抓住那只香喷喷的烤鸭 就在这个时候 火柴突然熄灭了 她的幻想又再一次落空 小女孩轻轻叹了一口气 再一次点燃了一根火柴 美丽的火焰照亮了她的眼睛 这一次她看见了一棵 高大漂亮的圣诞树 上次圣诞节的时候 她透过玻璃门 看见一棵妇人家里的圣诞树 小女孩可以保证 眼前的这棵圣诞树啊 比有钱人家的那棵 更高大 更漂亮 树上点着几千根的蜡烛 摇曳的烛光 比天上的星星 还要耀眼 树上装饰的星星 藏在树之间 一闪一闪的 非常的美丽 多么漂亮的圣诞树 小女孩看得非常地投入 忍不住把手伸过去 这时候 这时候火柴又熄灭了 突然 一颗流星 从黑夜中化过去 真可态 小女孩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 小女孩听她的奶奶说过 当一颗星星滑落下来的时候 代表有一个生命要生到天堂里去了 她想起了慈祥的奶奶 以前常常抱着她 和她说许多的故事 奶奶是唯一对她好的人 她活着的时候 十分疼爱小女孩 还把所有好吃的东西 都留给她吃 后来奶奶住到天堂里去了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变的呢 小女孩十分想念 最疼自己的奶奶 希望能马上见到她 她立刻再点燃一根火柴 小女孩发现 这根火柴 比前面三根还要明亮 火焰照亮了四周 也照亮了小女孩的脸庞 在这片光亮之中 奶奶出现了 她温柔地笑脸 和以前活着的时候 一模一样 小女孩伸出手 拥抱奶奶 但是一阵风吹来 火柴又熄灭了 一切都消失了 奶奶 你别走 小女孩 小女孩急忙把篮子里的火柴 全部点燃了 她多么希望把奶奶留住 让她多陪自己一会儿 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 比白天的阳光还要灿烂 奶奶奶 奶奶向小女孩走过来 她伸出温暖的双手 把小女孩抱了起来 紧紧搂在怀里 走吧 好孩子 跟奶奶一起到天堂里去 她带着心爱的小孙女 一起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 她们越飞越高 飞到没有寒冷 没有饥饿的天堂 在那里 四周围绕着 猛幻的云朵 还有可爱的小天使 是永恒的乐园 新年的第一天 天气暖和了起来 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 坐在一个堆满冰雪的角落里 双甲红红的 脸上还带着微笑 她手里握着一把烧完的火柴 小女孩已经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夜里 离开了这个世界 太阳缓缓升起 照着她小小的身体 此刻 女孩已经和最爱的奶奶 一起去了遥远而美丽的天堂 好 这个故事就说到这边 小女孩虽然用火柴取得了温暖 可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到了天堂 和最爱的奶奶相聚在一起了 小朋友 如果你在寒冷的夜里 看到一个很可怜在卖火柴的小女孩 你会帮忙她买火柴吗 可是如果你身上没有钱 你会怎么帮忙她呢 如果你住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有家让你遮风挡雨 不会让你饿肚子 那代表你很幸福哦 心里要感谢照顾你的人 让你有温暖的衣服可以穿 好吃的东西可以吃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 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长大 也希望你继续支持 阿尤叔叔说故事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